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中东地区对美军的袭击有所增加 一些西方媒体 此前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试图借机渲染伊朗威胁 近日 美国方面也开始将矛头指向伊朗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0月23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声称 伊朗在某些情况下 积极协助其支持的代理组织 对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发动火箭和无人机袭击 科比称 美国总统拜登 以指示国防部做好准备 会适时采取行动 另据五角大楼的消息 美国将向中东派遣一套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营 作为屡屡遭袭的回应 科比说 美国认为 袭击美军的组织得到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的支持 且伊朗政府同样在支持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和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 我们知道 伊朗正在密切监视这些事件 在某些情况下 伊朗积极促成这些袭击 并鼓励那些可能想利用这场冲突 为自己或伊朗谋取利益的人 科比称 美国知道伊朗保持一定程度的置身事外 但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亦不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受到的任何威胁做事不理 近日 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美方军事基地 建筑及人员的火箭弹及无人机攻击增多 17日 两架无人机试图袭击 位于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一架被摧毁 另一架受损 此次袭击造成轻微损伤 据介绍 阿萨德空军基地 驻由美国和其他国际部队 同一天 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美军 摧毁了一架无人机 19日 阿萨德空军基地继续遭到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 传出多次爆炸声 当天 伊拉克警方表示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的胜利军事基地 也遭到火箭弹袭击 这处基地同样由美军驻扎 21日 伊拉克民族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 使用两架无人机 袭击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 埃尔比勒东北部 由美军驻扎的哈利尔空军基地 直接命中基地内目标 科比强调 美国对未来几天此类攻击 可能出现重大升级深感担忧 近几周 美国向中东派出大批海军力量 包括两支航母编队和大约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吴教大楼21日还表示 将向中东派遣一套萨德反导系统 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营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将命令更多美军进入准备部署的待命状态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人数 吴教大楼已经让大约2000名军人 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已被他们需要部署到该地区 美国政治新闻网此前报道称 近期美军遭袭事件为新一轮巴以冲突 增添新的危险因素 并加深外界对伊朗 可能在中东其他地区煽动暴力的担忧 政治新闻网警告称 这一系列事件 会将美国卷入一场新的地区战争 然后我们在中东西的置眼里 重新的地区 儿子的岸 紧度上